选择在科隆舉辦 旅居德國的慈濟志工 把握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結束後 廣耀市區鄉親出席茶會 美鳳池姐說有這麼大的活動 我就把我們家 我就說沒有問題 我想可以安排出來 讓大家覺得慈濟這個愛 原汁原味的愛 是沒有任何條條框框的 無國界 無宗教 然後這種氛圍 覺得是家的感覺 我們要全世界 要是都跟德國一樣 跟美鳳凱爾可一樣 說我們2030年 林漢 可是這個還要延時50年 不是馬上溫度就會往下降 無法清零大會現場 也能夠了解氣候會議議題 茶會除了介紹氣象 此際基金會同源 也在現場分享感動故事 他們把自己變成 我不再只是這個 氣候災害的受害者 我成為一個 能夠祝福別人的人 我想每一個人的心靈 就是最美好的道場 你走到哪裡 遇到任何一個人 給一個微笑 給一個鼓勵和信任 這個時候你都可以 隨時隨地地布施 做世界上最簡單 最環保的慈善 旅居奧登堡17年的王妍 帶著孩子從鄰國開車 來到科隆 為的是參加茶會 一路確實很堵 整整堵了五個多小時 但是我覺得還非常有意義 而且能結識這麼多的朋友 那慈濟又是一個慈善組織 我覺得也是一個大愛的召喚吧 大家來自不同國家 卻在異鄉認識 茶會不只是分享訊息 還傳遞了人與人之間的成語情 帶來新聞 黃照鋒 林彥均 德國科隆報導 紐西蘭